電磁坡其實在 大家知道這個認為電磁 就是認為光是一種波動 反正光是粒子 這個是牛頓的說法 後來是那個惠根指說光是一種波動 那正式光的 算出光的波長那個人是陽氏 就是陽果 那他反而認為電磁坡是重波 後來呢 我們才發現電磁坡是橫摩 那這個橫摩 那老師橫摩不是戒指振動方向 電磁坡有沒有戒指 它是用改革的 所以它的定義是 它電場跟磁場振動的方向互相垂直 而且還跟它前進方向互相垂直 這種叫做橫摩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本來一個粒子震盪 它可以有不同方向的電場 所以你看這是不同的Sign 比如這個是電場的Sign 這個電場可以這樣 所以它本來可以有各方向振動都可以 因為它每個方向都可以 可是如果你經過了一個 這個叫偏振片 譬如說是方解石材料 或者是什麼原物的材料 那某些材料 某些特定的材料 它只會允許特定方向的電場方向動 所以我們有點類似像柵欄這種感覺 只有這個方向振動的電磁波就過去 那如果說我今天把這個柵欄 還是跟原來方向一樣 那我就通得過 如果旋轉了90度我就通得過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有拿過這種偏正片的感慨 這個現象就稱為偏正 那橫坡才有這種偏正現象 譬如說繩子高低坡有這種偏正現象 可是如果縱坡呢是疏密坡 你可以通過這樣子 你當然也可以通過後面 因為你是用疏密疏密的這樣子推 那個坡傳遞的方式 所以偏正現象只屬於橫坡 那因為光具有偏正現象 所以光是一種橫 那五線一般描述電磁波 大概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這是電廠 這個是磁場 這個是前進方向 那這三個方向是有被定義下來的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這個 這三個方向是固定的 那我們可以就是簡單的記憶 這個就是電 那這個就是磁 那這個就是拖前進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想要簡單的用我們之前的 老師我之前的那個電掃過磁是拖 那個力也可以你看 電掃過磁 大目指指的 所以他們三個也滿足這樣的方向 你可以簡單這樣記 但是這三個方向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有人說有一個電子波朝你過來 他的電掃方向向上 請問你磁場方向向哪邊 那是可以比得出來的 就是按照這個三個這樣的方向來比 那個特定的方向 好 那再來這個發展 歷史的發展 這個我們高義有講過 電子波是把 Maxwell 理論推導 不過他沒有做實驗 真正做實驗的人是誰 然後呢 歷史實驗成功之後呢 照理說我們身邊就充滿了電子波 那後來這個馬克尼他不是就是找了一個贊助商 讓他很遠殷疾力來想 後來他還很遠的大喜揚 所以電子波就是衛星的這個通訊 就可以正式被應用 所以他獲得1909年的夢貝爾情報 那我們看一下電子波的大家體 電子波可見光就是這裡 可見光大家知道波長在哪裡嗎 就是400奈米到700奈米之間 這是可見光 那比可見光短的就是紫外線 紫外線大概就像分子那麼大 那X的線大概是一個I 一個I就是原子那麼大 那Gamma的線性就差不多到原子核了 所以我們原子核為什麼會有那個Alpha Beta Gamma 所以Gamma的大小大概是原子核的大型 那這是紅外線 然後微波爐大概是一公分左右 所以宇宙微波背景 就是那個微波的大小在公分的附近 無線電波大概就跟這個建築物 所以我們的雷達通訊 他們大概就是無線電波 我們這一張就教完了 這張教完了 那這個電磁波的題目沒什麼 我只想要擺一個這個題目 這題目是期末考我有考 其實這也是指考題目 好像是104年的指考 但是沒有在我們的這個學資 你們的學資是跟這個學姐的版本 可是那時候那個老師還沒有把他拆進去 老師好像是104年的指考 可是其實我期末考有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這個題目 有一個誤期或一個例子 它跟電磁場的關係合得正確 它是一個單選題 他說一個等數前進的電子 能夠在周圍產生電場 但是沒有磁場 各位同學 一個電子它有電鶴 所以有沒有電場 有沒有電力線 有 它等數前進的時候 它的電力線就跟著它一起等數前進 可以嗎 所以它周圍還是有電場 但是如果它等數前進 就相當於它有電流 所以有沒有磁場 有 所以它會產生電場 但是它應該要產生磁場 所以這個不是錯 那等數的電子跟等數的值是一一樣不一樣 是一樣的 所以他說可以在周圍產生磁場 但是它有沒有電場 有 只是那個電力線跟它一起等數前進 這樣了解嗎 OK 好 一個等數移動的磁鐵 那磁鐵 靜止的磁鐵 周圍是不是有磁場 那等數移動就是那些磁力線跟著它一起等數移動 就好了 所以它有磁場 但是它有沒有電場 沒有 因為它有沒有單磁鐵 你磁鐵你一定是電動性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電熱 沒有 所以你應該是不會產生電場 但是有磁場 這樣了解嗎 OK 好 一個靜止的電子 可以在周圍產生磁場 但是無電場 這個完全錯誤 靜止的電子周圍就一定有電場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不會有磁場 有電場 那最後只剩下最後一個答案是對的 一個光子 光子就是電子 它一定有伴隨著電場的磁場 這樣OK 所以答案就是一 這個是指考題 可是其實我是把它考在期末考 好 我們這一張就交完了 那我們高中課程剩下兩張 可是我會暫時先停下來 就是我們現在要 因為下禮拜要模擬考 所以我要先講一下 我前大家的實驗 我們還欠了大家有幾個實驗沒講 那要考直考 如果你決定要考直考的同學 你就是要知道我們高中 因為他一定會考一個實驗 所以你每個實驗都要知道 然後就是我們禮拜四 是要考小考 要考熱學跟靜電學 所以幫大家檢討一下考卷 然後模擬考完之後 是不是就要準備斷考 所以我們要回去複習電流跟電流磁效應 所以我要等到第一次更考完 我才會再教第十章跟十一章 但是如果你要準備二階考試 你自己要先練完 因為他可能會考到高三下的女性 就自己很快 因為第十章經代問題 你就是講光電效應 光電效應的內容你都會 你就插一個光電方程式 比較好 光電方程式都會 然後再來第十一章是波爾星原子模型 還有五指波 那個我們等到第一次斷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現在要講實驗 那你們一定是沒有 我有叫你們帶那個血脂對不對 血脂沒關係 我先講實驗 這實驗我會讓大家做 只是說因為現在實驗是在搬動 所以我們可能沒辦法 但是我把實驗器材拿過來 這個實驗器材就是這樣子 這樣 這個盒子就是這個 然後呢 它是透明的 然後它可以裝水 裝淺淺的水 然後它底下有個蟲 然後方格子每一組兩張 一張呢 就是你 你用這個 這個叫做電極 它是銅的電極 這個 銅 你看有點像 它有點氧化 所以到時候用沙子磨一磨 好 然後呢 這個畫兩個電極 我們有兩個 畫兩個電極 中間畫一條線 好 然後呢 畫好之後呢 同樣的要畫兩張 一張就要放到底下 當作參考的 那另外一張就是真正做實驗 要畫在上面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 那因為它是透明的 那上面呢 擺水 所以基本上就看得到 然後呢 做實驗的時候 就把這兩個電極在這裡 好 再另外一塊把它震 然後那個水呢 不要超過這個電極 水淺淺的 淺淺的水 這個一定要讓它露出來 因為我們要接電線 所以你不要讓這個電線通到它 好 那這個就叫做電廠形成牌 就是我們要想辦法呢 這邊製造一顆正極 這邊製造一顆負極 中間就會有電廠 就會有電廠 那我們電力線早就會畫了 正道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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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各位同學電力線是響的 真正有電力線嗎 沒有 可是真正有什麼 等高線 就是我們不是可以看到很多等高線 就是你只要能夠量出相同高度的地方 把它連起來的時候就等高線 那我們這個就叫做等位線 電位的高底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實驗做出等位線 然後再利用等位線畫出電力線 你知道嗎 等位線跟電力線互相垂直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實驗是可以做出等位線 好 那實驗的時候怎麼做 有南一版本跟龍騰版本 我們學校是用南一版本 那他們差一點點 所以我必須兩個都教 那我們是用南一版本 結果人家考試考龍騰版本 所以我們必須兩個人教 那我們學課本是南一版本 就是這邊是 我們如何製造這個正極跟副極很簡單 我們就用電線接出來 電線接出來 接一個電源供應器 然後我們就調到 比如說16伏特 那因此就代表這兩點的電位差是16伏特 可不可以 那中間應該就是246810 12 14 16慢慢的增加 對不對 但是它會不會是一條一條直線 不會 除非它是平行金屬板 可是如果它今天是一個圓形的 它應該是弧線 對不對 弧線 好 那接下來我們怎麼做呢 南一的版本是說拿一個伏特級 然後這個是負級 負接負 所以這邊就是0電位 然後這邊就是16 然後呢 這個伏特級的另外一端 其實就是這種三用電位 你拿三用電位 然後它三用你就把它接到 滿顆度是20伏特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負級就是這個黑線 這個黑線就接在這裡 然後正極的地方呢 就是做實驗的同學 就拿著這個探針去尋找 因為這邊是0伏特 然後電位慢慢地增 你一定可以從這邊開始在水中移動 移到一個2伏特的地方 可不可以 所以這邊就會出現2伏特 所以然後你就讀那個坐標 然後就告訴旁邊同學 把那個坐標記錄下來 然後接下來你就在那附近 再找一個2伏特可不可以 可以說再記錄坐標 你就找了5個 6個 7個坐標 找好之後它應該是一個圓滑的曲線 你們到時候這個畫圖的同學 就把那7個點就這樣 有圓滑的連接起來 就叫做第一條等位線2伏特 可不可以 然後接下來再旁邊一點 因為電位還沒辦法增加嘛 所以你就再找4伏特 你就讀坐標 然後旁邊就點 然後也是一樣 你再讀一個 如果有7個點 然後你就再把這個圓滑的曲線畫出來 這是不是就叫4伏特 好 然後慢慢的 那我們大概可以理解 中間那一條 應該說你做得很漂亮 應該是一條直線 對不對 就是8伏特 那就做完 請問同學 這個2468會等間隔嗎 會不會 2468會不會等間隔 會不會 方格紙上各相鄰等電位之間都差2伏特 為何彼此的間隔距離卻不相當 所以會不會等間隔 這個2468會不會等間隔 不會 為什麼 因為越靠近這邊電場越強 就好像如果你那座山很陡 你的等高線 譬如說大家都差100公尺100公尺 那個等高線是不是很密集 所以同樣的道理 這邊電場強 這邊的電應該要比較密集 然後中間要比較吸水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會不會等間隔 會不會 然後你等位線畫好之後 你的電力線就是幾個原則 第一個 我們這個電極是一個圓形 所以這個一定要垂直 每一個地方都一定要垂直 一定要垂直 可以聽得懂嗎 所以你跟金屬表面這個地方也是要垂直 這個地方一定要垂直 然後這個地方一定要垂直 每個地方都一定要垂直 那只要你用垂直的方式 你就可以畫出電力線了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的金屬表面 我們金屬是一個球形 圓形 那你要畫電力線的時候 你一定要跟它垂直 一定要垂直 這樣可不可以 好 就這樣畫出來 好 所以你畫出來就是一顆這樣子的橄欖球 然後就做完實驗 很簡單吧 很簡單 好 那我們看考題怎麼考 好 請大家大家翻開我們的學習 有沒有大理 沒有 沒有 沒有大理沒關係 那就是 高山上 很久之前對不對 有點久了 你會不會開始念啊 如果你要考那個 好 請大家翻到 好 請大家翻到 請大家翻到那個 30幾頁 32頁 好 你看一下 36頁 他說在等位線跟電場的實驗中 以實驗方法畫出兩個電體之間的 等位線跟電力線 他說底下是一個不完整的實驗裝置 其中方塊內沒有畫出的儀器 X1和X2 威容員 你們認為 這個X2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電源供應器 或者你寫電池 也可以 然後呢 在電場內要做實驗水 各位同學這是早期的 你看他是巴斯達 因為後來就改版了 就是說我們不需要用實驗水 因為你好像有點像電解實驗水 你會產生那個氯化都不好 所以其實你用自來水 我們自來水裡面就有電解機 就可以回一回地倒電 他說為什麼不要用純水 因為純水就不倒電 我們現在用自來水 第三個 如何測得整位線 我還沒有講S1 這個S1是什麼 我們剛才是用什麼 伏特機對不對 是不是用伏特機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個裝置跟我剛才講的有點不一樣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就是龍騰版本 他們是用這樣做 跟我們藍衣版本有點不一樣 我們剛才藍衣版本 這個是伏特機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副級是不是要接著這個 這樣是不是才0伏特 然後我們只要用一根探針 是不是就可以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幾根探針 兩根 所以這是龍騰版本 龍騰版本就是說 我用兩根探針 可是我會先固定 對 我要先固定其中一個 比如說我先固定N1 那我固定N1了之後 我就移動N2 然後去移 移到怎麼樣 我觀察這個 那各位同源 你固定這個 你知道它是幾乎的嗎 不知道 所以這個的缺點就是 你不知道它是幾乎的 你雖然知道這兩個叫X16伏特 可是你隨便找了一個點 然後給它固定 你知道這幾乎特嗎 不知道 可是我們可以知道跟你一樣高的 因為V等於 IR 這個水是有電子的 所以它有電子 它是有電子的 它有電子的 這個是有電子的 可是如果我能夠測到它電位差等於雷 電位差等於雷的意思 就是代表這兩點怎麼樣 等電位 所以我可以用福特劑 我也可以用什麼 安培劑 可是因為它實在是太微弱了 所以你要用微安培劑 因為它就是用水的導電器 水的導電器沒那麼好 所以我們要用微安培劑 所以這你回答福特劑也對 回答微安培劑 福特劑就是讀書生類 你知道嗎 就是你們這兩點不可以有電位差 所以福特劑讀書還是0 那微安培劑也可以 因為電流等於雷就代表你們沒有電位差 那龍騰他們做實驗就是用微安培劑 因為比較準 因為微安培劑 它覺得很準 好 那它就是先固定 然後這個移動了好幾點 然後這樣連起來一條線 連完之後再把N1換一個位置 又固定了 然後N2再移好幾個點 跟它這邊讀書是雷 然後等電位 你們喜歡哪一種方法 我們覺得喜歡南1的方法對不對 可是它很討厭喔 考試討厭 不行 就只能說這兩片一樣 對 它只能說這兩片一樣 所以它可以畫出很多條線 但是你不知道這條線是幾個 但是那個南1的方法就可以知道 對 所以就是方法不一樣 所以你們看底下的解答 它說這個是微安培劑 這個是電池 然後我們現在當然不會用實電池 你看 它先固定它的位置 移動探針N2 一直到微安培劑的指示圍雷 可以得到等電位 然後重複很多個等電位 以圓滑曲線連結得到一條等電線 然後再改變N1重複步走 有點多說話 好第三個 請問你如何由等位線畫出電力線 又如何畫出電極表面 所以你要寫兩個如何 你知道嗎 考試要寫兩個 你看它怎麼寫 它就說沿各等位線垂直的方向 做圓滑曲線 那電極表面一定要垂直 反正強調的就是 那你就說老師這個 那麼久以前的 好 那我們看比較接近 所以 但是 抱歉 又沒有放在這個裡面 就是 因為它就是 但是你們不用擔心 因為如果你要考 持考的同學 你就是一定要做歷屆考題 那你歷屆考題 semb può其他人 想要找到 三十六題這是哪一年考 104年只考 所以你們沒有104年只考這一根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看104年 就是說你看88年考很久了吧 104年又再考一次 所以那反正他就是一定要找一個實驗 你們知道去年考什麼實驗嗎 對 牛頓第二運動定位 今年一定不會考 就去年考過 今年就一定不會考 那這個是104年考 看起來考的機率也不是說很大 不知道 反正就是至少去年考過 他都會考10分 我們看他怎麼說 在利用探針測量兩個電極之間 等位先跟電廠分布的時候 所需要的器材是這樣 請回答後完成下列各問題 第一個是電源 你知道嗎 第二個就是我們那個透明的盤子 然後裡面不是有兩顆電池嗎 然後在減流劑 你看他是用哪一版本還融合版本 減流劑是檢驗電流的 是哪一版還龍藤版本 龍藤版 我就氣死了 因為我們課本是不是就是 我們實驗手冊是哪一版的 結果他有考龍藤版的 所以你兩個都得問 你知道嗎 然後還有探針 好 他說在測量等電位線的時候 需要將上面器材用導線連接 請你畫出一個連接器材的方式 並標示探針的位置 他的示意圖 所以你們會不會連啊 就是他會給你這個圖 就是這個要接這邊 然後這個要接到這邊 OK 可以喔 然後你可以接下來就是探針 你可以探針放在某個地方 就是你可以註明這個是N1探針固定在裡面 然後N2探針固定在裡面 那兩個探針要接那個減流劑 所以你必須要去畫這個圖 好 這個三分其實就是 他有空白的地方 我就自己畫一畫 把它接起來 這個 OK 嗎 可以喔 第二個 那是三分 第二個 在線路連接完成後 進行測量等電位的實驗 實驗步驟如下 請完成實驗步驟A空格內的內容 所以這個就是請你把這個地方空白 把它寫完 這樣就好 就是寫實驗步驟 他說將探針P1於探測 於測試盤中固定位置 這OK嗎 其中一個探針固定 然後記錄他的位置 就是你告訴你的同學 說我現在哪一個位置 然後接下來你們覺得這要前線 此線極為等電位 移動探針P2然後來 施得減減極的電讀數為0 然後呢 重複數個點 數個點 然後呢 就連接點一個平滑球線 這樣大概會寫嗎 就你一時到了那個教授就會給他 這樣這個分數OK嗎 OK 然後他說移動P1到新位置 重複步驟畫出另外一條 會寫這OK嗎 然後這樣 然後第三個 如果呢 七材連接後如這個圖 兩個電極分別為這一幅 請在答案卷內做圖 先複製出電 我覺得他希望你在答案卷上 把這個圖重畫一次 因為他說 請在答案卷做圖區內複製 這些四個位置 請你複製好 就重畫一次 然後呢 分別畫出 東過甲乙丙丁四個等位線 一小段就可以了 還有電力線 要標明方向 看得懂情報的意思嗎 他就說 請你在答案卷上 先畫這個圖 畫完這個圖之後呢 請你畫出通過甲乙丙丁的 什麼的 等位線 一小段就好 你也不用畫很多 就是通過甲乙丙丁的等位線 還有電力線 然後標示方向 那大家覺得你會怎麼畫 這一個地方的等位線 你會怎麼畫 是不是圓圓長 可以嗎 圓弧嘛 一小段 那電力線呢 是不是就這樣過去就好 那乙丙這個地方呢 他的等位線會長得怎麼樣 那就大概他們的正中間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一條直線 可以嗎 然後他的電力線 是不是就從正到的角度 就好 那丙這個地方 當然這個地方等位線 大概長得怎麼樣 所以就是一個圓圓圓這樣 可以嗎 你就畫一個圓圓圓 可是他電力線 比較是往下斜的 可以嗎 可以 知道嗎 他是這樣 所以你要畫這樣 然後這樣跟他垂直 那丁這個地方呢 也是差不多 然後這個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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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可以用到兩個顏色 可以 藍色跟黑色 就是藍色或黑色都可以 你看這就是他的答案 他答案就是 剛好我們畫的有沒有 就這樣 你說他畫好小段啊 他畫好小段就是這樣 好 OK 那你看這是104年的思考期 所以大家就可以 所以實驗體要久久又會再考一次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有沒有發下那個游標尺 游標尺有沒有 有 那游標尺是我們第一個實驗 我竟然也沒有講 我對不起大家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大家這個 游標尺齁是我們第一個實驗 你們知道游標尺長得怎麼樣嗎 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看過 對 游標尺 這個我下次就明天 我會帶來 我有帶班上 因為今天實在帶太多東西 所以我就 所以就是游標尺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為什麼不這樣 因為我覺得高二教高三也是忘記 所以乾脆高三再來教 那游標尺它其實就是一把尺 中間這把尺跟正常的尺一模一樣 最小刻度就是一個MN 那但是它為了要測量比較精密的 譬如說請問你這個厚度多少 是不是很難測 對不對 那但是我可以把它加起來 然後我就可以測出來 所以它很好 所以你要測 老師你會測這個一張紙的厚度 哇好難測吧對不對 可是我們可以把它加起來 然後測出一個厚度 是不是求平率 那游標尺而且它有副尺 這個主要的尺就是中間 這有一把小小的尺叫副尺 這個副尺就是提高它測量的精密度 所以呢那它還可以測 譬如說我還可以測什麼 內直徑 好譬如說你看這根管 這個管的內直徑怎麼測 是不是常常能測 可是你看我可以用這個 然後把它撐開 你可以撐開你看這件事就撐開了 所以我就可以測 就是因為它本來是密合的 密合就是零嘛 然後我現在把它撐開 撐開之後 這不是又有一個寬度了嗎 所以我就去讀這個寬度的距離 其實就是這個內直徑 然後它可以測外直徑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測外直徑 那它還可以測 如果有一個洞 比如地上有一個洞 我想要知道它多深 你看這樣這根會生出來 所以它可以測量生子 所以這個游標尺它就是可以測量 它就很方便測量 因為你看密合這邊是這樣 我一推開這根就生出來 所以它可以測量一個洞的生子 所以它是一個測量工具 那我們先講一下測量 這個是在我們的高第一次 就是實驗測量就是有數據 那什麼叫有效數字呢 就是準確值加一位估計值 所以叫做有效數字 譬如說2500公尺 請問同學有效數字是多少 答案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一定要寫成科學記號 如果我的科學記號寫成2.500 乘上10的3次方公尺 那我們就知道 最後一位叫估計值 最小科度是前面一位 所以它的最小科度是10公尺 你知道嗎 那最後一位是估計 那這樣子就是四位有效數字 2.5004位 可是如果它寫成2.50乘上10的3次方 其實還是2500對不對 可是當你寫這樣子的時候 你這個5就是最小科度 也就是它的最小科度是半公尺 那後面那個是估計值 那它就是三位有效數字 所以像這樣子其實是看不出有效數字的 一定要寫成科學記號才看得出有效數字 可是小數點就比較容易了 因為它寫成0.0340 那你把它寫成科學記號 就是3.40乘以10的波 因為這是最小科度 這是這個是估計值 所以它是三位有效數字 知道嗎 如果它是兩位有效數字 它就會寫成0.034 這樣可以介紹嗎 OK 所以其實有效數字是要寫成科學記號 如果大家有需要這個 我就傳到你們班的群組 我們自己再去下個 要不然這個應該聽過就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加減法 對有效數字的影響 比如說這個有 這個估計值就是這個框框 這個估計值是這個框框 那但是這兩個加加減減 你就知道這個估計 加加減減還是估計 可是我們有需要這麼多估計嗎 不用 我們只要取一位 所以當經過加加減減之後 我們只要留一位的有效數字 所以這個有效數字 有效數字就是三位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乘處法 2.01 這個1是估計 乘上2.5不是估計 好 那估計乘上估計 那你有三位 我乘起來就是三位 可是那個淨位的就不是估計了 所以這邊三位 那這邊就是三位 那這邊是兩位 不是 這邊是2 2乘上估計是估計 2乘上準確就是準確 然後再把它乘起來 那有三位估計我們不需要 我們只要兩位就好 所以只要 有三位估計只要留一位 所以是5點 可是每次這樣做都太麻煩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規則 就是三位有效乘上兩位有效 最後只要取幾位就好了 兩位 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好 那我們這個實驗呢 是要測量 我們做實驗是 老師會發一個金屬圓桶 撥撥的 好 那我就要大家量它 這個金屬圓桶的體積 所以你們要用游標尺去量內直徑 那游標尺去量外直徑 還要用游標尺去量它的深度 那這邊紀錄下來呢 因為它的最小刻度是0.0 就是它可以紀錄到小數頂下兩位 因為本來我們一般的主尺是m 你只能紀錄到下一位估計 可是我們的游標尺 它就是設計了一個副尺 讓你可以多讀到一位 這樣你了解嗎 就是本來你看過我們吃一般的主尺 最小刻度是m 你是不是只能估到下一位 對不對 那我們的游標尺的好處就是說 我設計了一個副尺 可以讓你再多估一位 你知道嗎 就變成這一位是準確的 這一位是估計的 所以游標尺就是提高精密度 好 那這個體積就是π 然後兩個面積πR平方 然後乘上這個深度 那π它是沒有什麼有效不有效 就是一個固定的直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變直徑 所以這個四也是一個固定的直 所以這個不要去管它的有效位數 那這個就是剛才測量的平方平方 那四位乘四位你只要取四位 你不要按計算機按了好高興喔 就是一大算不用 四位乘四位也只要四位 然後再來加減還是四位 然後四位乘四位還是只要取四位 所以你看4832它連小數點都沒了 然後再乘以8除以4 你就按計算機按完之後也只能取四位 所以不要無止盡的一些取下去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最後 最後實驗的結果 只能取四位有效數字 這樣OK嗎 OK齁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看游標齊了 請大家翻開我們的講義 我們有沒有那個講義有發下去嗎 好 那現在呢 因為我為了要講解喔 我要先從最簡單的講起 最簡單的講起 那最簡單的講起就是 就是我現在講的游標齊喔 在哪裡嗎 蛤 所以你看我們游標齊最主要它有一個竹齒 然後這是一把小小的腹齒它可以移動 那歸零的時候零位跟零對齊 然後A個B會密合 那這可以測量一個外之間 上面可以測量內之間 這個可以測量深度 看得懂嗎 好 然後竹齒上的最小刻度 就是我們一般的齒就是一個A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開始 這種副齒設計它是 我這邊講的是底下的 我把它放到 各位同學這是竹齒 你看就是這樣叫一公分 我給它放很大 一公分 就一格就是一個A 然後呢 副齒的設計很有趣喔 你看喔 你的0跟我的0是對齊的 這就是一開始的歸零 可是問題是我也畫了10格 但是我的10格 竟然只有對到你的什麼 9MF 我可以這樣設計 就是我的副齒跟竹齒不太一樣 差一點點 我是10格 你是10格10MF 可是我10格竟然只有9MF 那這樣的設計就是我一格 其實是幾MF 0.9 我跟你一格差了一點點 所以你會發現你看 你的1在這裡 我的1在這裡 你的1在這裡 我的1在這裡 可以介紹嗎 所以你的1跟我的1喔 差了0.1 好 各位同學你看喔 這個東西喔 它的拇指是放在這裡下 然後它是可以這樣推開的 有沒有看到它們慢慢分開的 有沒有看到 它本來逆合是0對齊0 然後它可以慢慢推開 然後我超厲害的 我超棒 我怎麼棒呢 我可以用我的手 把這個1喔 這個紅色的這個1喔 往右邊推一點點跟上面對齊 你猜我超弄了多少大小 是不是0.1 所以我移動了0.1 我竟然可以弄0.1 但是你會覺得我很厲害 很厲害對不對 那所以當我把它讓我的1跟你的1對齊的時候 你看我們之間0跟0就錯開了0.1 OK嗎 所以請問同學 如果第一條線對齊 第一條線對齊 代表這兩個差多少 0.1 好 那如果我是第二條線對齊呢 如果我是第二條線對齊呢 請問同學 這是第一條線對齊喔 然後這是第二條線對齊 如果呢 我是第二條線跟你的主持對齊 請問同學我操控了多少 前面分開了多少 是不是0.2 那一直被推 如果我再厲害 我再用右邊推一點點 我是第三條線跟你對齊呢 是不是就0.3 所以我可以知道0.1 0.2 0.3 所以它的精密度 就是副齒一格跟主齒最小顆的合照 也就是1-0.9 然後0.1 所以我們可以記錄到0.1 好 因此呢 這個我們就明天再說 好 就是我們怎麼樣 用右邊標誌來 來切的量 要怎麼樣寫下來 好 我們有一下 好 好 直接寫字幕 好 好 好